今天是端午節 來到將軍澳海濱公園 主要是想看一條橋 我記得兩年前來過 我記得我上次來就已經有了橋等 現在又說快要通車 我眼看就已經成型了 其實主要想看這東西 雙拱橋Double Arc 斜拉鋼線的設計 其實我也是住將軍澳的 但就不是海濱公園的頭 就是這樣斜拉鋼線 一邊就連著日出康城 就是東面 另外一邊就是去將軍澳南部 將軍澳南部就是Donkey的位置 去將軍澳Donkey的位置也沒什麼用 主要是想出九龍 所以接下來應該有一條隧道 是叫將軍澳 以及藍田隧道 就在這裏 多條路出九龍 這裡看過去就是廣島東來的 就是柴灣 杏花村的工業大廈 我身處的海濱長廊附近 其實都是將軍澳的豪宅區 超低密度 現在這裡看過去就是日出康城 看看資料 這個蝴蝶形的拱橋 是去年的年初五 由海路運送來香港 是正宗的預製組件 來到就組裝上去 整條橋的用料就是用鋼 但是我相信就不是用904L的 設計的主題叫做活力無限 整個形狀就好像在拍翼的蝴蝶 不知道這個概念可不可以用來做一隻手錶呢 在拍翼的蝴蝶形 在拍翼的蝴蝶形 在拍翼的蝴蝶形